美国大兵吼叫着单架单架 呼喊医疗人员 喀布尔机场的高墙外 成了奔向自由的地狱门 老肉妇孺顶着摄氏31度的高温 在踩踏推济途中 至少四名女子上命 大兵绝望地拉水管协助群众降温 但是眼前每一幕都让人心碎 少数传过塔利班检查哨和安检点 平安进入机场的阿富汗人 同样筋疲力尽 内心涌现幸存者的罪恶感 为了防止出埃及市的出逃 盘踞机场周边的塔利班民兵 动用镇报枪械驱离民众 美国国防副更透露 ISIS可能在近期内攻击机场 美军不只被迫另辟机场安全通道 昨天也动用直升机 在机场外围的饭店接应受困公民 相照于欧美国家狼狈出逃的窘境 顺利接手美国军火的塔利班特种部队 更是高调研究广播 穿上白色战袍进行胜利游行 阿富汗政府陷落的实际状况 现在也被揭露 坎达哈沦陷后 喀布尔岌岌可危 就在塔利班现身总统府前 甘尼被迫仓皇出逃 在乌兹别克过了一夜 才撞望杜拜 前总统甘尼的助理透露 他们低估了塔利班与地方部落 事先达成的交易 加上听从美国建议 只要固守重要城市 但是美国也低估了美军撤离后 阿富汗的军心有多涣散 最后一集是美国把甘尼摆一边 和塔利班过旋政府称权 和平转移 直接宣判阿富汗政府死刑 阿富汗政府称权